2020年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共11岛 既有过去常见的应用性文题 如发言稿 演讲稿 信等 也有新的应用写作形式 南都记者分析了近5年的全国高考作文题 从最近5年的高频次来看 青年在全国高考作文命题中经常被提及 而从主题来看 还与时代 社会 国家 世界紧密结合 引导青年关注现实社会 关注时代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小人物在题中被提到的次数也最多 包括城乡社区干部 志愿者 医学专家 医务工作者 快递员 司机 教师 新闻工作者 电视台主持人等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精彩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